海外神卡的雷胎賽 其實非常的有趣啦 我們不管說到底是不是有 接到Banky的業配去講他的好話 或者是你接到不來夠的業配去講不來夠好話 這個都撇除在外我們就以單純的消費者來講 就是說到底哪張卡的回饋比較好 哪張卡的調性比較適合你 其實簡單做一個比較你就知道 如果你單以數字來看的話就是2.8%跟3% 哪一個數字比較高可能就是這個 但是這張卡片有他的特點 那你就應該要自己去做比較去選擇 最適合自己的信用卡 這個我就不會跟你講說你一定要用哪張卡 所以像這個 這個表格其實你們看也知道 就是說我最近做過 最重點的這個整理 你們可以自己看一下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以簡單的刷卡的特定來算的話 我們Blygo卡在去年年底的 它推出性非常厲害的 就是國內1.2海外2.85上線 非常的猛 但是因為你也知道 就是台灣的信用卡市場競爭其實非常激烈 那Benkey他其實原本的回饋就很低 所以對加碼對他的時候其實非常困難 所以他馬上就 趁勝追進 上個禮拜就推出來 就是國內1.2海外3% 對 你只要在4月30號以前 就一個人加入你這一團 就可以完成 那大家又會很靠 就在那邊靠背就想說 喔你要就一個人真的很困難 那我問你 你辦Benkey卡一開始不是也是很麻煩嗎 對不起 你辦Frygo卡一開始不是很麻煩嗎 為什麼 因為他還要你先去做一個 Richard開戶的動作才可以辦這張Frygo卡 他還不是一樣給你綁了一個東西在那邊 你也覺得 就難優 所以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很簡單 就是他們有他們自己背後的目的 比如說Frygo卡就是希望要衝到他的這個 所謂的Richard開戶數 所以他一開始只綁定 只能夠在那個 他們自己的Richard 的APD裡面就升起 對 這樣自然而然就會 馬上增加好幾十萬戶的那個人 就是新戶就是一定要 就路於假開戶 這個很簡單 對 那這個Banky的部分一樣 他們背後的策略就是說 他希望更多人去使用這個產品 所以他就綁了一個東西 一個倒勾 就是勾在你的前方 你要拿到這個回饋可以 但是你要去救一個人 這個 其實 就是 都差不多啦 兩家銀行我覺得 沒有比較好 沒有比較不好 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行銷策略 然後 去做出他們這樣的決定 那你就覺得說 看來對你來說比較方便 你就 你比較喜歡就去用 那 無庸置疑的是 你來看看 第二點的亮點 這個第二點的亮點部分的話 我個人就覺得 各有優缺點 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 Banky的部分 怎麼說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Flygo Flygo的部分呢 他是寫說機票5%的回饋 非常的厲害 但是你也要特別注意 就是 當銀行推出了超乎市場 回饋的這個機制的部分 他一定會有比較高的門檻 比如說他你就必須要符合 兩個 非常機車的要件 第一個就是你只能夠在航空公司 官網進行購買 你如果在旅行社買 對不起沒有 你在全Flygo買沒有 你在那個什麼 Trip Plus 買都沒有 之類的都沒有 所以他這個其實還蠻嚴格的 因為有時候你去比較比一比 你就會發現說其實其他地方比較便宜 所以這個地方我就建議你說 你要買機票之前 你最好先比價一下 你在航空公司官網買的價格是多少 然後你用其他的什麼 推廣連結 還是怎麼回的 有折扣的 到底折扣出來有沒有超過5%的回饋 如果有你在考慮 就是用另外的通路 不然就是在官網買就好了 那你要拿到5%的回饋還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門檻也是蠻高的做法 就是說他必須要在你消費的前一個月 這個月或者是下個月 你要有新增消費5000塊錢 這5000塊錢的話就是 排除機票交費以外的其他交費都算 對 我覺得這個是還蠻高的門檻啦 因為 就是也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所以你要拿到這5%回饋 我覺得 真的是有點累 對你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要你把所有的消費 都綁在那張卡片上 所以你自己就要特別去回饋說 這個5%的那個回饋 值得你花這麼多錢去做 一樣的道理 對一樣的道理的話你來看這個Banky的部分 Banky他的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之前一直講的就是所謂的金戰點的十倍方大送 對 那像他現在這一檔的這個金戰點數 他其實主打的是所謂的戴神吹風機 那戴神吹風機你在 他的市價定價是14600 那如果你自己拿去網拍賣的話 你大概12000左右就可以脫手了 所以他的回饋率大概沒有到所謂的12%那麼高 但是了不起大概有到9% 所以 你想想看國內有哪一張信用卡是可以給你 就是刷卡會不會到9% 10%那麼高的 其實很少 所以我個人覺得他這個是蠻領派的 所以你一定要特別去注意 像這個海外的部分的話 就是 3%的10倍就變30%了 所以 我現在所有的海外消費 我以前主力都是NAM 對不對 那我現在就全部都改成Banky卡 就是 只要有在做 國外網路 交易手續費 就是這個 扣款的部分的話 我通通都是使用這張卡片 像我自己這個月本身的 所謂的 Facebook的廣告費用 我就全部都用這張卡扣 對 所以他對我來說的話就是比如說我這個月廣告費有 要1萬台幣左右 那我至少就可以再多到300點的精湛點 這對我來說就是 非常非常 非常大方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就比較喜歡用這個東西 因為 這個 畢竟他這個現金回饋 他雖然說回饋是百花花的現金 但是他沒有就是 放大的功能 他沒有放大的功能 對我來說就是比較可惜 所以這部分大家就是可以全空比 比較一下 那再來的話就是年費的部分 我覺得兩張卡片的 減免年費的方式都非常的簡單 就是 一個使用電子帳單 然後一個就認刷一筆 這到底有什麼困難 對如果你把它當主力卡 你這本一定會超過的 所以這是不用擔心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 手刷禮 大家最在乎一定就是手刷禮 對 那這張卡片他有 新戶手刷禮 這個新戶手刷禮 會不會是說我先送你這個 手刷禮的時候當然大 這個我看市價大概就是500塊左右 對也許他們如果要降低成本 就是230就有了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我覺得 就只印了一個Reacher logo 我就覺得還好 如果你自己很喜歡Reacher這個產品 我倒是可以 考慮就是刷個5000元 那如果我的話我個人就覺得不值得 因為我覺得你大概刷3000 或者認刷無比 然後給我500塊錢 的刷卡機 我覺得還比較好 對 那 Banky這邊的話他給的就比較多一點 就是你如果說是刷3000塊錢的話 你跟小團就可以拿到200點金再點 跟大團就可以拿到400點金再點 400點金再點就是400塊刷卡機 我覺得這個就 還算 還算OK 就是普通的這個刷卡機 就是這個樣子 那你也可以把它拿來 就是做這個點數 就是放大送的 換這個商品 比如說你去換維修電影票兩張 再去賣掉 也是很多啊 或者是再把它換一個 那叫什麼 九陽豆漿機吧 九陽豆漿機在外面賣 好像是賣1400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也是可以 跟大團就可以拿400點 這個是不錯的 那最後的話就是 履行平安保險 因為Flygo卡他自己主打的是這個所謂的飛行 飛行權益 所以他自己本身的履平險的部分就是比較好 來到了3000萬 這次Flygo一定會有的優勢就還不錯 那如果你是出國要刷卡的話就是 刷這個Danky卡就比較差了一點 就是 飛機刷下來 你家人就只拿到2000萬這樣 就比較少 少了1000萬 開玩笑 但是最好是不要墜機啦 不要墜機是沒事的 那再來 有講完優點之後就要跟大家分享缺點 他缺點的部分也是一樣 不要覺得說 開一個Reach on Who很簡單 雖然說現在開戶很簡單 但是 很多老年人他們也是不愛開戶的 所以如果他要拿到這張卡片 享受他的完整權益 他還是要開戶啊 開戶也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那相比的話 Banky也是 Banky他要邀請一個人 來加入自己這一團 把自己變成是信用卡業務來去 邀請清流進來 也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個人覺得 都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自己去投壓一下說 到底哪一個優惠 哪一個回饋是比較適合自己的 就把它辦下來使用 就幫你資料 都別忘了 我們來買個資料 我們去買個資料 我可以買個資料 我可以買個資料 買個資料